我们呢现在急需生产装备更多的千二零 所以很多分析啊就认为就五代机的最终规模是要达到一千五百到两千架的这个水平 这显然呢它不会都是千二零 所以对这个中型五代机也就是大家现在所说的千三十五有了迫切的需求 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呢千三十五就有可能啊它不放在审飞生产 大家好欢迎来到张碧论评 至于说咱们未来的五代机规模是不是要达到一千五到五千架啊 那是要看我们的战略和战术上的需求 还有啊就是我们的财政的能力 这世界空中力量啊看已经这个趋势很明显了 就是它必然会走到五代机的时代 而且这个速度正在加快 那么看看我们周边吧 美国自己和它的盟友已经部署了大量的F35 你对付五代机你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你要有足够数量的五代机 那么要保证我们空军的规模也需要更换那些老旧的机型嘛 所以这些需求要是加起来之后 是不是有两千架那么多 这个是不太好说的 但是总量啊肯定不会小 不过这个问题就来了 说你这个上千架一千多架的五代机 它不可能都是千二零呢 反而这个千三十五应该是更多的 也就是说呀 我们对千三十五的需求也会很迫切 我们首先来看看啊咱们的战略方向 你说西南部主要是对着印度那边吧 其实并不需要大量部署千二零啊 因为这边它并不是我们的重要的战略方向 再说印度那边吧 它把我们这边当成它重要的战略方向 人家主要是对的是印度洋那个方向啊 所以呢 在对印度这个西南方向 我们有一定数量的千三十五 就足以对印度形成空中压制了 你毕竟印度它想搞到五代机 它可没那么容易了 我们的千三十五去压制印度这边是够用了 如果说啊 将来巴基斯坦还真的在购买了我们的千三十五的话 那又能对印度形成一种牵制 至于说咱们的西部和西北部啊 以及我们的北部啊 这个广阔的区域之内 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战略压力 由此来看啊 咱们千二零的重点呢 那就是东边了嘛 从东北边从朝鲜半岛算起日本和台海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重点 当然还有一部分南海地区 第二 我们从成本上来看啊 其实也没有必要 甚至没有可能去生产装备 那么多的千二零一两千架 这个也不太现实 你就好像咱们零五五大区一样 厉害不厉害 厉害 好不好 好 但是不会有太大的数量 第三 如果说啊 这个将来海军 它这个千三十五海军型的 要是上舰的话 其实它就可以更加灵活的前出部署 这就减少了千二零的压力 由此来看啊 很有可能 这个 我们很有可能会加速定型 并且投产千三十五 当然 现在海军的需求是更加的迫切吧 应该说 这个千三十五的最终投船 这个快速的装备 应该是摆上了我们的日程了 不过呢 这问题这就又来了 就是沈飞那边怎么办呢 沈飞现在生产的机型 那可是不少啊 你看这个千十一系列 你包括千十一币什么的 它还有一个收尾吧 这个产能还是保留的嘛 然后就是舰载的千十五 这舰载型里边 它又要细分成 滑越起飞的和弹射型 然后是千十五D 就是舰载的电子作战飞机 然后千十六 还有千十六D电子战飞机 所以你看这么多的机型 从产能和生产调度上了 千三十五 它很可能会转移到其他的厂架 相对于沈飞 沈飞这边有更多五代机的组织生产经验 有更成熟的配套体系等等 所以沈飞就很有可能是最合适转移的地方了 当然了 这些也都是外界的一些推测 实际上 我们未来会怎么办 怎么安排 那国家自然会有它合理的安排 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 我们正在加速进入五代机的时代 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装备五代机最多的国家